我头盔放在这个位置 就放在我特意 砸了砸 因为什么呢 我老公也是你们警察的 他是交警队的 他提醒我 他说帽子容易丢的 现在大家都缺帽子 随手拿一个赶紧救命的 我们办案民警呢 也是马上开展快针快破的工作 通过视频监控 很快发现了盗窃头盔的这名嫌疑人 在一小时不到的时间内 将这名嫌疑人抓获 女士丢头盔的位置在杭州 闸弄口地铁站附近 当时他去附近吃了顿饭回来 发现放在电瓶车上的头盔 不翼而飞了 民警赶到嫌疑人家中进行抓捕时 发现对方满身酒气 但意识还比较清醒 他对民警提出了一个请求 据嫌疑人交代自己当时喝了酒 想着现在头盔涨价了 自己刚好头盔也丢了 就起了贪念顺手牵扬 但是还没骑到家 他又想起来 可能用别人的头盔也不是很卫生 那么所以中途的时候 这个头盔掉了 他也没有把这个头盔继续捡回来 找不到找不到 找不到 确定找不到 找不到是吧 这个头盔我可以愿意 我配上来 小事情 就是我愿意配上来 那目前呢 我们对这个嫌疑人 是进行了依法行政拘留 六日的处理 那个头盔大概价值多少 头盔价值的话 大概在一百多块钱 1818黄金也解释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